莫雷拉在澳洲贏了一項二級賽錦標 她不是在悉尼出賽 她是在維多利亞省出賽 所以之前D會講碼網站的記者才會說 她和潘頓報問 離我相隔多麼遠 她一共有五匹座騎 拿了一貫一貴 一個第五、兩個第七 雖然她有替華麗納出戰一級賽 但是最多只是拿第五 那隻是Minatar Rice 未有中文名的 上次才贏完金玫瑰錦標 這次為什麼會輸呢? 不知是否因為這隻馬 不習慣在不同場地出賽 還是路程和上次不同呢? 不過華麗納也許已經預算了 她自己也在悉尼那邊等著獲獎 在悉尼那邊有頭馬 她應該不會介意 所以維多利亞省這邊的成績不夠好 另外馬圈中人說 澳洲因為有很多賽事 連馬斯覺得騎士不夠用 有很多賽事都增加獎金來留人 華麗納很想莫雷拉留下幫她的 不過莫雷拉似乎明年才有再去澳洲的打算 贏不到一級賽 是就是有點可惜 不過成績怎樣都好過馬會冠軍呢? 有人說 如果今天馬會冠軍的哪隻哪隻馬不是排外檔 又或者不是被迫在後面 應該有機會贏喔 哪有這麼多如果啊 難道無論她在哪裡比賽 無論主觀條件還是客觀環境 都應該遷就她才對嗎? 那些評述員說馬會冠軍和報紋 會立即乘搭飛機回來 8個小時飛機的 應該會在飛機上面睡覺 頭等倉應該不會睡不著啊 馬會冠軍想拿的頭馬又拿不到 或者她很想見的人 她又見不到 其實會不會睡不著呢? 說起上來 她在比賽的時候表現不好的時候 好像沒有用過睡不著這個理由 是不是?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是